正面美好的感覺 負面的感覺 剛才負面的感覺也有一種有好有壞的意味 有些更加能夠呈現得到有好有壞的特質 我有個個案幫她做一個整理 當她在整理自己的衣服的時候 心動不心動不心動的時候 零零射射有一件衣服 她拿在那裡看了很久 心動不心動 心動不心動 我問她為什麼看著這件衣服這麼久 她說這個人我很討厭她 但是我又很想念她 我就問她 嗯 那你心動的感覺有多少 她說其實現在已經不心動了 不過我不分氣 我生氣 我再次問她 你還想不想留下這件衣服 還是你想讓這些不開心的感覺 離開你的生命 然後她想了一會兒 其實現在這件衣服 留給我的感覺 已經有一段不開心的回憶 與感受 我分得到她 她就將她斷捨離了 一樣東西 無論她有好有壞 她依然都會有不同的比例 有時 即使那個比例小 但是那個感覺強烈 你都可以將它留下 有時 負面的比例很大 但其實 後面它有很強烈的意義 正面的意義的感覺 咦 那你都可以用它留下 但有時有一件事 可能它表面上有正面的感覺 但其實 後面有很強烈 強大的 負面的意義 不如我們就可以去想一想 我可能更加想活於當下 去愛這個當下的我 用它這件事 離開你的生命 你去想想你家裡的東西 有什麼 有一種有好有壞的感覺 而你又會怎樣決定呢